我们平时喝的水都充满了重金属、杂质、氯气和细菌 我会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杂质之外 还可以活化水中的信息 健波能量活水器、生命资源、健康之全 陆创意健康店电话28824848 以下节目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欢迎收听愿望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我是Diana 今天会继续跟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 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和最新的发言 让你和你家人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 袁医生 Hello Diana 你好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世界供应的13种超级防癌食品 袁医生究竟有哪13种? 先讲讲我最近有个朋友 就传到一个很简单的片段 YouTube 都看到的 原来一个片段是关于TED的机构 就有一位讲者 就说是关于癌症的成因 原来他们说在医学上我们都知道 其实每个人都有癌的肿瘤 但大部分人为什么癌的肿瘤不会产生问题呢? 就是癌的肿瘤也需要血管的血液供应 那它才能够成长的 那其实我们很多人的身体率都有很多小小粒粒的癌 癌的肿瘤 但是因为没有血液供应 所以就没有什么问题 好了 那它说这个概念 就是我们叫做 Angiogenesis 就是那个血管真身 Angiogenesis 那它说呢 现在很多西医界用的抗癌药 其实都是一种对抗这些血管真身 叫Antiangiogenesis那些药物 那它说原来在我们的自然界里面 有很多种食物都有这种效果 那我相信大家 好几年前 也有很多人在说 关于那个鲨鱼不会生癌的治疗 那我们坊间就开始有些人 就用那个鲨鱼骨 用那些鲨鱼的成分 来做抗癌药的 那其实当时是讲来讲去 都是说原来 那个鲨鱼骨粉 它是有这种抗血管真身的功能 那原来很多很多的化疗药 都是有企图做这件事的 那接着呢 这位研究人员 我想他可能是一个西医 那他就是从事研究工作 很多很多人研究了 那发现呢 其实原来很多的食物 都是有这个功能的 那所以呢 其中他提及很多很多 譬如我们认识的那些 那个白泥露醇 白泥露醇 现在很好痕的 那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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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茶 那其实很多很多 差不多几十个的食物 都有这种作用的 那他最后他就公认 他就说呢 其实呢 我每天呢 吃三餐这些呢 其实做足了那些化疗药的东西 那这个是很特别的 因为Tek呢 过去的 我认识他们的经验呢 他们很少说 关于自然医疗的 是 他当然说了很多 很正面的资料 但是都是很容易 很推行西医那一套 就是科技那些发达 如何来到 改善我们的人类的生活质素 但是呢 他这次呢 就突然之间呢 就突然之间呢 就竟然呢 有一位讲者呢 最后的结论呢 就说呢 其实呢 最好的抗癌药呢 竟然是我们的食物 嗯 那我们最近 也都在网上 看到一份 这些资料 其实这些资料很好 那这个呢 就跟大家介绍呢 他说呢 其实呢 世界很多国家呢 都有很多的研究呢 其实呢 指示出呢 其实有很多的食物呢 是可以就是做到那个抗癌的作用的 那原来 美国呢 有一个MSN的那些网站 健康专栏里面呢 就通过研究 那对比世界各地的饮食习惯呢 那总结了一些 值得人家访效 借镜的健康食物 那他另外 就将这个叻食食物呢 在跟大家推荐一下 那就是说呢 世界供应13种 超级防癌的食物 好了 第一 是冰岛 冰岛 冰岛新鲜的鱼肉 他说每日呢 食用大量新鲜的鱼肉 包括雪鱼 鱼 鱼 令到冰岛那些菜鱼 成为世界上 最健康的饮食之一 那就是 海鲜 肉类 鱼肉 第二讲瑞典 那瑞典有什么出名呢 原来瑞典有黑麦面包 那瑞典人的饮食里面 没有大量的蔬菜 可能地方是比较冷的 那 但他们通过 食用健康一点的 那个富含膳食 纤维的黑麦包里面 得早了可以彩补了 它的蔬菜不足这个问题了 好了 中国啊 中国也有好东西 那中国呢 小白菜 小白菜在中国广泛食用的 那原来它含有数量鲜仁的 它有抗癌作用的抗氧化剂 和维生素C 维生素A 维生素K 和多种B组的维生素 第三讲希腊 最近希腊的经济有很多问题 那原来希腊有一种很好的食物 其实这个食物大家都知道 叫做蚕豆 希腊人食用蚕豆 已经有成几个世纪的历史了 那其实它可以说是一种蛋白质 和善食纤维的优质的来源 那同时含有大量的叶酸 和B 维生素 那血液的形成 和呢 认知功能 和那个能量补充 都需要这种的营养素 好了 另外一个国家西班牙了 西班牙出有什么呢 例如是杏仁 西班牙人 喜欢吃天然的杏仁 那能够降低那个胆骨醇 预防那个心脏病 那大家都知道 有一种杏仁叫Aprica 那种 Aprica 是一种有含有很多的B17 早期在美国 是70年代 六年年代 就有很大的争议了 就是关于如何用那个 Aprica 是医癌症的 那原来呢 我们也吃了很多的杏仁 尤其是苦味的杏仁 其实有很大量的这一类 当然了 这一种药 也有少量痕有生癌 所以很多人也听到 原来生癌 原来都可以医癌 尤其在同类疗法里面 很多时候 我们是处理一些 美期的癌症病人 临终的时刻 我们也给予一个大量的同类疗剂 高分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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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分能的生癌疗剂 是帮助病人 最后的时刻 觉得轻松一点 原来杏仁 亦是一个很好的抗癌食品 好了 意大利 你想到什么 一想到意大利 番茄 是的 意大利是出名的 就是番茄 橄榄油 和大蒜 原来这些 具有难以置信的健康效用 原来番茄 很多时候 我们都经常说 生机饮食 原来番茄 就要煮熟 好一点 原来番茄煮熟了之后 那种大量的 番茄红素 是大量出现的 它能够预防 乳腺癌 和前列腺癌 好了 大家一想到印度 有什么食物 咖喱 就是咖喱 大家知道 印度 广泛应用印度的姜黄 其实姜黄 即是咖喱 有助于预防老年痴外症 还有它经人的化学成分 就是姜黄素 它也有抗氧化 和抗燃的特性 所以吃咖喱 原来也是很好的 嗯 好了 那拿威了 拿威想到什么呢 挪威当然是三文鱼 是的 看一个冰冻的地方 那些三文鱼 在北边 那拿威人 对于油性的鱼肉的食用 量比较多 比如三文鱼 和肥鱼 它含有大量的 歐米加3的脂肪酸 有助于预防心脏病 和促进大脑的发育 那大家香港人都知道 常常用DHA的鱼油 其实是说这个三文鱼的鱼油 好了 法国是什么 红爪 是的 那原来我们知道 红的葡萄酒里面 含有的是多份类 那个物质是对心血管健康有益 以及具有抗癌的功能 那大家都知道 法国人吃的食物 其实吃很多很肥肥的 鵝肝、芝士等其他 很大鱼和很高脂肪的 反而法国人的心脏病 血管问题又不是那么高的 那大家最后发现 哦 原来就是因为他们 习惯喝的红葡萄酒 好了 泰国 是什么食物 冬蔭公 是的 我相信 其实这些食物 都是很代表的地方 是的 泰国有一个农业大学的研究 我发现 泰国人喜欢吃的 喝的冬蔭公汤 那冬蔭公是什么做的 成分是什么 很多那些香料的 又有辣椒 虾 香菜 柠檬香草 来到搬任制成的 原来这些香料 柠檬香草 英文叫lemon balm 这类的 它能够抑制 癌症肿瘤生长有效性 是软强于其他的抗氧化剂的 大家知道虾 虾 虾虹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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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是一个很强的抗氧化剂 那我们有一个产品 叫Aster Sanfin 其实是虾虹素 它对保眼的功能非常非常好 好了 日本 日本当然是海带 海草 你看到日本吃东西 它都很常有的 海草含有丰富的抗氧化剂 能够抵养自由基的侵蚀 抗低患癌的风险 海草含有癫 这种微元素 是能够促进甲状线功能的正常 现在最近市面 很多人开始认识了 有一种癫水 Nason Iodide 原来发现我们很多人 其实夹的那个微元素是不足够的 嗯 那最后日本呢 日本有几样好东西 那日本做了一个什么 蕎麦面 蕎麦面 大家知道很多人吃面 一般人吃的面 都是用白面粉 小麦 鸡蛋 制造的普通面条 但日本人有一种很特别的蕎麦面 原来日本人所用的蕎麦面 含有确有抗硬功能的维生素B17 即是我所说的Layer Trill 那我记得我在 最近我回到加拿大 在多仁多 那有个朋友 就是在日本读书的 住了很多年 那他带我去那些日本的餐馆 那我进去之后呢 就发现那些餐馆那一天 只是供应蕎麦面 原来为什麽呢 原来呢 那个製造蕎麦面的厨师 是一个退休的日本的人 他以前是一个大公司 是做一个很高的总裁 那退休之后呢 就去了多伦多 那他就专门做蕎麦面 那他跟我们说呢 他会特意在加拿大 好像中部那些Serskatchewan 这些地方呢 就是去搜集这些很高质素的 有机的蕎麦面 那些菊 然后呢 就拿一些菊 回来呢 就自己磨菊 磨粉 然后呢 就製造这些面条 那在那一天呢 其实我想那个餐馆呢 是在Bluwer和Yung的 是一个很旺的区来的 那他就可能呢 是用他朋友的那个日本餐馆 就是某个人 我忘记了 总之是闲一来的 那他呢 就只是买他这个东西 他只是供应这个食物来的 那我知道这些食物 香港人呢 就不是那么多食 但是香港人都认识的 就是日本的蕎麦面 那我曾经说呢 日本是全世界最长寿的地方 有原因的 原来第三个好的抗硬食物呢 亦都在日本的沖繩岛 就是什么 红薯了 那 原来日本沖繩岛的居民呢 都是长寿 大家知道的 所谓的长寿村 长寿村呢 在一个水平的位置呢 是只是沖繩岛的地方 是有长寿村的地方 那他们的主要的主食呢 就是那些含有 膳食纤维的红薯了 那它含有大量的维生素A 和钙和甲 那当然呢 我刚才所说很多的 就是那些维生素呢 其实很多食物都会有的 嗯 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呢 其实呢 很多的很简单的食物里面 那些纤维啊 可能有些特别的 维他命B12啊 或者抗氧化剂呢 这些都是一种 就是我们应该 就是尝试 和呢 是已经在科学上呢 是证实呢 是可以抗癌的食物 是 原医生啊 最近那些听众 有很多email 送给你 是关于那个 鲁笋食疗的 那有几个问题 想问你的 那 这位听众呢 他就说 他35岁 他呢 女性 那他是有 乳癌一期的 之前发现 之后做了四针化疗 就移了去肝壮那里 那 那 之后他又做了五针化疗 但是都没有什么帮助 再切了个卵巢 和吃着 荷尔蒙药的 那他说 这个情况 如果吃露笋 有没有帮助呢 OK 那还有一些 最近好像收集了很多问题 是 另外还有一些 是关于道笋的 那另外呢 有一位 就是说 他的甲状腺有肿扭 左边和右边的 那 他第一次发现 那时候 是3.9cm 有一边 那另外那边就小一点 但是一年之后 两边都大了 那 有什么食疗可以帮助到的 那另外呢 那另外呢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在哪里可以买到露笋呢 他们发现很难找到有露笋 那 其实呢 我们最近呢 自从大概年纪两年前 讲了一辑关于露笋 那 接着我和 Dr. Jim Chang 又再补充一些 比较技术性 科学性的资料 那很多人 就是 给我们的 是 那包括也都有一些 是用过之后呢 那个癌症的问题 就是处理了的 那 那我记得有一位呢 就是说他自己是 被 诊断有肺癌 第二期的 那他用了三个月 那个露笋之后呢 那 既然那个肺癌 那个问题 处理了 那还有一位呢 亦都是 那个 直腸癌的 那他都 预备呢 就要开刀 那他开刀之前呢 他都是用我们 建议那个 那个 露笋的治疗 那三个月之后呢 他去了检查呢 发现都 原来没有了 不需要了 那其实 刚才呢 你都听到 很多人都会有 针对自己的 癌症的问题 是问我们的 是 他通常问你 到底那个露笋这个时候 对不对用 帮不帮到呢 其实呢 我们是不能够 给一个 个别的答案 来的 其实 露笋是一种食物 对不对 那其实 有没有效呢 你自己可以先试一下 因为它始终是一种食物 不会有什么副作用 没有坏的 对不对 那你说 不要坏人家说 行与不行 其实你试过就知道 行不行 那还有呢 有时候的露笋 看分量也有一个因素 那很多问题里面 也都问我们的露笋 应不应该煮熟食 煮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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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也都说 哪个罐头的牌子好 那其实呢 我们在说 其实就是 我们建议 那个 之前我们建议的方法 就是在外国的报导 那很可能 那外国人呢 买露笋 就没有像香港地方 那么普及的 那有些人都要用罐头 那其实呢 大家选择罐头 就不需要说 一定要说 一个特定的牌子 最重要 你看个标签 看看它里面 是不是很多防腐剂 有很多些 很多盐 就是有叶制的 尽量减少那些 最简单 越少加工就越好 那其实呢 香港地呢 可以这么说 露笋呢 是真的 任何的街市啊 超市啊 其实都经常见得到的 那是不是不同的地方 那个样子 又不同 那种品种不同的 哦 美国那些 就比较粗一些的 有绿色和白色 是 泰国那种 就比较幼身一些 是 那其实呢 那你说哪种呢 其实两种都没有问题的 那但是 在那个 在我们的研究里面 发现呢 其实呢 芦笋尖那里呢 就含有那个 主要的成分 是比较多的 那所以呢 你记住呢 你吃的时候呢 最重要呢 是吃芦笋尖那部分 那当然呢 其他地方都要有这个成分 只不过 含量可能没有那么多而已 那至于吃多少 真的没所谓的 你尽量吃吧 就是一种蔬菜来的 那种味道就是自己调教 是不是 点一下什么都好 点一下醬油也好 就是令到你的味道好些 就可以了 那所以呢 其实芦笋尖是一个 另外 我开始都提一提及 除了芦笋 那个八例芦笋 也都很厉害的 那八例芦笋 现在的产量 现在多了很多 也都有一些 就是早年呢 就应该在那个 那个 那个 红菩提子皮 核那里面拿的 那但是这个 当然 这个分量成分会很少 会很王贵 那最近原来 就发现呢 有一种树呢 是 也都有产生很大量的 百例芦笋那种成分 那日本呢 已经有很多公司呢 就是 抽取这种成分 在一种树那里拿出来 就不一定 在那个 红葡提子核那里拿出来的 那其实这些呢 就是医食同源 我经常很强调啦 是 其实这些很多工具 都很有效的 那但是用的时候呢 其实因为它本身是一种食物 食多些 食多些 不会有什么害的 所以有时候呢 你们的问题呢 我说 简单来说 试试先咯 行不行 你试过就知道 其实我们都没见过你们 也都不知道 每个人的处境 是很难给一个 准确的答案 其实没有什么准确的答案的 其实这件事是有效 证实有效 又安全 又不是说王贵都 买不起 是吧 那大家有机会 预复到 就更多吃点 那我曾经介绍的 13种的食物 是吧 是香港人 经常都见到的 预复到的 那既然你反正要吃东西 那为什么不选择一些 健康一点的食物呢 其实很简单 现在我已经知道 反食脂肪的问题很严重 美国已经开始禁止 三年之后 就会完全禁止 那中国呢 现在只不过 还没走到这条路 只要他就要标签就算了 那其实呢 其实呢 医食同源 病从口入 真的 大部分人类的病 都是我们的饮食习惯出现的问题 过去呢 因为很多这些食物资料 都是食物制造商供应的 知道吗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 被这些食物制造商那种误导 因为他们就为了要推销自己的食物产品 令到很多的广告啊 令到很多人走错了 那我以前也有一个所谓的食物金字塔 那现在我最新的食物金字塔 最下面最基层呢 吃得最多就是吃蔬菜 蔬菜里面就不要吃那些根部的蔬菜 就是那个淀粉得太多的蔬菜啦 那就大概吃百分到十二分 那之后简单来说 餐餐都要吃一点的 那这个金字塔 再上一层呢 就是那个水果了 那个生鸡的水果了 干果了 那在旁边那里呢 就是那个什么呢 就是那个豆类了 就是应该所谓的残豆 是不是 不是谷类 是豆类的 嗯 那再上一层呢 就是那个果仁 那我刚才所谓的就是杏仁 epicote 那个 还有那个种子 那旁边呢 就是这个 就是那个 那个第三层呢 就是油 好的油 那我刚才看到呢 就是那个什么油 那个 鱼油 是不是 鱼肉里面 匪鱼啊 那个排鱼啊 还有三文鱼 这些阿米加三的油 是很重要的 那最高最最最最顶呢 才是一般的所谓的肉类 那个飞禽类啊 肉类啊 多些白肉啊 这些这样的食物 那这个就是最新的食物金字塔呢 如果我们能够是这种 这样的食物金字塔 这样吃法呢 肯定呢 我们的医疗费用会大大减低的 那在那个最近那个报纸刊刊登呢 美国那个关于要禁那个 版式脂肪那个广告呢 那些预测呢 他们可以将医疗费用呢 减成很多很多亿的 那其实我们之前都和大家分享了 很多医食同源的资讯 如果大家有时间就可以听回了 多谢完医生今天的分享 如果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一下这个电话 和原医生预约回陈 25773798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wadio.com 谢谢完医生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旅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舒适等等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址 www.h-e-a-l-t-h-s-h-o-p-dot-com-dot-h-k 民众约 民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